今年过年回老家呀 记得一定要学会哭穷 就是你过得再好 你都不要跟别人说 我记得前几年 我跟我爸妈在老家全款买了一套房 然后过年的时候呢 我回去 我以为我妈得到处给我炫耀夸我呢 结果呢 她跟亲戚朋友这么说的 说哎你们看着房啊 说是给我们买的 贷款买的 首付钱我们还掏一半 这贷款呢 还得我们老两口自己还 然后我老舅舅说了 说我听说孩子在外面混得挺好的呀 都开上车了 我妈说哎呦我天呐 就是表面风光 那车是人家老板给配的 他就有个使用权 人家老板一不高兴啊 就收回去了 一个月赚不了多少钱 在外边花销还挺大的 有的时候我妈还得接接她 然后我当时就挺不理解的啊 我还跟我妈生气 我说人家孩子啊 就是混得不好 父母都得帮着到处吹牛 怎么你姑娘也没给你们丢人呢 怎么就让你们说那么惨的 我妈说姑娘啊 你还是太小了 除了爸妈 谁愿意看你过得好啊 你过得好了 对你从小一起玩的这些人 就是一种打击 人家必说对你好了 人家不背后捅你刀子都不错了 我现在呢 也意识到了 我妈妈说的确实有道理 所以呢 我现在回老家 同学朋友问我 说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呢 我就说 哎呀我这个行业吧 不稳定 有的时候确实是能多挣点 但有的时候 还不如打工挣得多 主要是这个心理吧 七上八下的不踏实 不像你们上班 起码都稳定啊 相信我家人们 想要亲戚朋友待见你 你就这么说 因为你混得好这件事 别人知道了之后 就是对别人的伤害 他就会觉得 我的妈呀 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 凭啥他比我强那么多呢 你就说 挣啥钱挣钱呢 一年到头在外的忙活 没挣着还亏了 对方一听 哎心情挺好 而且你放心 他也绝对不会跟你借钱 那是不是也减少了很多麻烦呢 所以呢 我们要了解人性 没人愿意让你好 你的好 会让别人感觉他自己很无能 他就会恨你 你记住了 这就是人性 屏幕前的朋友 你们觉得呢